还有国际友好专区 他们还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 牛肉汤PK赛 他被色小牛印上牛肉对决 这份奖牌从市长郑文灿的手中 传到日本宫崎县直视的手上 因为台日牛的首场PK 由日本牛胜出 逛龙博还能吃到宫崎牛 民众端晚喝汤又吃肉 因为宫崎牛已经睽违16年没来了 宫崎县是日本最大的农业县 河牛大赛 宫崎牛拿到日本全国连续第三年的大赏 我们桃园届次举办农业博览会 举行试吃会 能够让大家品尝到最好的台湾牛跟宫崎牛 今年桃园农博的国际友好区 日本法国荷兰的特色农产当然少不了 线上也带领着西克大逛农博介绍台湾 借由农业互相交流 也见识到不同文化 三里新闻桃园综合报道